最痛的是那些離彈者的家屬 提到倉庫火警意外害的四名員工罹難 工廠負責人詹嘉明難過了幾度哽咽 最重要的目前還有六十幾位員工的家庭生計 都是要靠我來維持這個家庭 所以說我沒有責務旁貸 火警意外中社會二樓來不及逃生的 全是跟著他至少十年以上的員工 其中秋行廠長更是從高中建教合作 就一路在廠裡做到廠長職務 更是負責人太太親友的女婿 照顧這些我不希望說 再讓這些家屬有第二次的傷害 絕對不可以萬萬不可 因為這是我們欠他們的 詹嘉明解釋火警意外現場的廠房 是要拿來做公司的倉庫 當天只是進行環境整理 派了九名員工清掃刷油漆 但負責倉除假的外包商 卻沒有理會廠長提醒 照樣電焊才會引發火警 外勞在電焊是承包商 這個做倉庫加承包商的員工 不是我們的員工 在廠同仁他們絕對知道說 在這種工作環境 絕對不能有這個 什麼電焊之類這些火炎的東西 負責人強調自己不是要推卸責任 但意外發生後外包商員工全部逃出 他的四名員工卻命喪火場 還有一個人重傷昏迷還在醫院治療 後續他將全力配合檢調調查 釐清整場火警意外的責任歸屬 TW新聞呂正成SNG小組台中採訪報導